在生日快樂歌聲中 伊甸基金會基隆區舉辦 愛同中來一日市集活動 翻譜25週年慶 讓不同時期參加伊甸基隆區工作的朋友們 一起回來感恩回顧 特別是從1999年 伊甸基隆區受到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委託經營 基隆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開始 採購超過上千萬元的設備 提供全日型住宿式的照顧 早期療癒 庇護工廠 庇護商店和職業訓練等等 我們從1999年開始做早療服務 逐步擴展到所有生長者他們所需要的服務 成人或者是就業或者是拼付性就業這些 後來開始做社區的服務 當然是有很多社區其他的組織跟我們一起合作 今天是25週年 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非常值得慶祝 我們一方面是慶祝 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向大家 致向我們最誠摯的協議 是基隆市政府給伊甸基金會這樣子的機會 也不只是財務的資助 更各方面行政的協助 那還有就是社區甚至包括醫院這些對我們的這個協助 讓我們能夠共同一起來照顧這個地方需要的民眾 包括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市議員施偉正 基隆市長謝國良秘書張翰哲 東信里長賴佩琦等人都一起受邀參加慶祝活動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特別肯定伊甸這25年來的經營耕耘 更感謝這25年來總部身心障礙朋友們的付出 我們基隆市它是一個在衛星城市 也就是在雙北市旁邊的一個衛星城市 也就是我們在經濟發展跟雙北都會有一定的落差 所以剛剛區長說我們在這邊經營的很辛苦 那也非常謝謝伊甸基金會投入了25年在這裡 25年前我還讀小學 大家就已經伊甸基金會就已經投身基隆來為我們服務 我們非常需要各種機構 不管是身心障礙還是全靈照顧 因為尤其我們這種市即將邁入超高的社會 大概馬上邁入25% 所以我們非常需要更多的機構 或者是業者 或是像我們伊甸基金會這樣子的一個公益團體 投身在基隆來幫我們社會的各個 一個階層跟角落來為我們打造一個更完整的社會安全網 所以一個城市如果要發展的健全 除了經濟發展 城市轉型 我們的環境打造 營造 然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外 我們就是會非常重視我們的社會服務 也就是我們在這個城市生活裡面總會有很多需要幫助 我們能不能把我們的老人照顧好 小孩這兩天新聞很多 小孩照顧好 我們身心障礙的朋友照顧好 還是我們每一個階層在被需要幫助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有這個能力可以伸出援手 來照顧我們城市的每一個家庭 我想說我們基隆市議會全體議員 大家非常重視的一個課題跟議題 通知委進一步表示 邁路超高齡化社會的基隆 非常需要各種機構協助 包括像伊甸基金會這樣的各公益團體 已經在基隆各角落耕耘25個年頭 協助打造完整的社會安全網 讓城市能夠健全發展 而市政府則是要有能力 把長輩 幼童以及身杖人士妥善照顧好 這也是基隆市議會非常重視的議題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